明夜早点休息 我就先回去了 好 谢谢俊成 这么晚了还有人来 真热闹啊 没有人打算去开门吗 您好 丽先生在吗 有几份文件需要他签字 让他进来吧 请进 泽良 这位是 董事长 您好 我叫苏写逸 是丽先生的临时助理 有几份文件 需要他马上签字 我和霍桶 还有什么 有几个事情要说 签字明天再说 等一等 我看看什么文件 没记错的话 你就是那个第一天刚入职 就被派到 泽良身边的助理了 是的 董事长 刚入职 就知道泽良家的地址 这么晚了还来找他 跟泽良关系还是熟吗 董事长说笑了 我跟丽先生 怎么会熟呢 地址是杰西卡告诉我的 老板的住址 行程 习惯以及爱好 都是作为助理 第一时间需要掌握的信息 好 泽良 你眼光不错 这位苏小姐比我想的 要出色 舅舅说笑了 不过就是总裁办 随机推荐给我的 反正也是试用期嘛 就先用着看看你 时间不早了 你们忙 我先走了 我送上舅舅 不用了 你少喝点酒 早点休息 攀岩的事情 不要太着急啊 别伤了身体 谢谢舅舅关心 林总 宋总舅舅舅 是 刚刚主动邀请你拒绝 现在怎么突然来了 工作没完成 这几封文件需要现在签字 明天要发下去 这么认真 当然要认真 您可以不工作 但是我不行 我还是个新人 还在试用期 当然要认真工作 谢谢 看什么呢 你们家格局不错啊 那你不是着急饭吗 聊聊去吧 厉总 我突然肚子疼 能不能借你们家厕所用一下 去吧 谢谢 走过了 合同可能在书房 现在还不能走 我得想办法留下来 好 苏小姐 国家地华 你第一次来 你把脚给挽了 谢谢提醒 那 那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你如果不着急回家的话 帮我把屋子打扫了吧 刚刚舅舅说我家里太乱了 需要好好打扫 算了吧 我看还是等殷松回来再做 看你的样子 也不太像是会做家务的 不不不不不 鸡大哥是个男人 平时肯定不做家务活的 你问我就问对了 我平常开心不开心都爱做家务 那现在 应该也算个金牌加振机 那现在应该也算个金牌加振机 去把门给刷了 没问题 我应该会不会 我应该会有信 拿来 看我 你先去帮我把床单被套坏了 好 李先生 厨房我都打扫好了 我去帮你打扫客房和书房吧 不急 你先去帮我把床单被套坏了 好 好 洗好了吗 洗好了就帮我把地脱了 把窗户擦一下 好 我去帮你 我去帮我 我去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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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帮你